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曹西迁和蒋俊兴啊 当时有点懵 蒋俊兴呢 第一个抓起电话 拨通了局里保卫科的号码 陈玉山接到信息 让他们保护现场 暂时不要报警 他马上到 曹西迁觉得 陈玉山就是怕领导找茬 毕竟他没在现场 仨人呢 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陈玉山才过来 蒋俊兴被留在门口守着 不让任何人出入 这才带着曹西迁和蔡连伟 朝着三号楼东单元跑去 几个人冲上三楼 刘立健呢 就那样脸色惨白的 站在门口 蒋俊兴当时说 他跟蔡连伟在旁边 分着巡逻 他走到三号楼 似乎听到猫叫声 赶紧上楼转转 走到五楼 也啥都没找到 不过下楼的时候发现 三楼的门没关门 从上向下看 有一道缝隙 蒋俊兴赶紧伸手一拉 果然门开了 他喊了半天王副局长 不过没人应答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房间很干净 没人 不过在走到洗手间位置的时候 听到流水的声音 剑门开着 他就探头朝房间一看 一个黑乎乎的人形 躺在浴缸里边 红色的裙子飘在水里 这才尖叫着跑出来 冲下楼去 正好碰到 门声赶来的蔡莲伟 他简单这么一说 蔡莲伟有些腿软 蒋俊兴 让他上三楼守着 至少不能让人进去 破坏现场 这才跑出来报告的 陈月山一听 看了仨人一眼 这个小巡礼 还有谁没出去啊 蔡莲伟指了指脚下 平时啊 就一号楼 刘书记家的张奶奶 白天在家 不过呢 他一直抱着孩子 在院子外边溜达 压根没进来 不过二楼 王副局长那个女婿在家 陈月山一听 瞬间想了起来 那个人是有名的高材生 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小子 靠着自己的能力 考上电力大学 分配到供电局的 陈月山看了一眼死者 直接带人去了二楼 敲了很久的门 黄玉龙 这才穿着拖鞋出来 这更让几个人疑惑了 二话不说 把人扭着手臂 拽到了门位 蔡莲伟被指派 去三栋楼挨家挨户的 敲一遍门 看看有谁在家的 走了一圈啊 都没什么发现 陈月山已经问了一会儿 黄玉龙一脸的无辜 这让几个人极其的恼火 蒋俊兴把黄玉龙的腰带 抽出来 捆在了黄玉龙的脖子上 陈月山呢 让蔡莲伟用顶门的木棍 打黄玉龙的肚子 就这么一边拽着 一边揍着 没几下子 那个黄玉龙就尿裤子了 脸上啊 都胀子了 哎呀 这黄玉龙 现在是出气比进气多 陈月山这才让人放开的 问他招不招 然后问他怎么进房间 杀了王春燕的 又是为什么用硫酸 泼在他脸上 黄玉龙脑子已经不清醒了 按照陈月山的说辞 复述了一遍 陈月山警告剩下四个人 警察来了 就说这个黄玉龙要跑 所以他们才抓住 揍了他一顿 不过人呢 已经招任了 只是凶器啥的 没发现丢在哪了 五个人统一口径 这才打电话报警 另一边呢 去局里报信 毕竟王春燕是副局长 今天没去单位 应该有人知道 之后局领导过来了 陈月山汇报了情况 并且说要保护现场 没让人进入现场 这些人一听 觉得有道理 等了没多久 警察来了 也带来了法医 勘察过现场之后 发现死者呀 不是硫酸毁荣致死 再后来 警察将尸体带走调查 几个月的时间 最后还是以故意杀人罪 起诉了黄玉龙 当庭被判处死刑 黄玉龙不服一审判决 二审之后 判处他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至于他们几个 在2002年机构改革之后 各奔东西 只有陈月山和朱建国 留在宫殿公司 大赵汇报完所有的情况 黄队沉默了一下 大赵和大猫 交换了一下眼神 大猫微微摇头 让他安分一些 大赵呢 老老实实的坐在位置上 没敢起刺 稍等了一会儿 黄队抬起头来 看向他们俩 你们两个的意思是 这里面暂时没有发现嫌疑人 见大猫没表态 大赵只能硬着头皮 微微点了点头 四个人的口供 都很一致 这里有刑讯逼供的问题 可以追究 不过他们四个呀 都是听陈玉山的命令 而这个陈玉山呢 去年春节就死了 所以没有作案的可能啊 至于这四个人 他们在1月12号的活动内容上 都已经核查了人证 也是比较固定的活动内容 这个没啥问题 大猫抬头盯着黄队 他知道黄队 就是怀疑保卫科的人 毕竟这些人 也是接触现场的人员 而且就时间来说 似乎每个人都有作案的机会 头儿 我知道你怀疑保卫科的人 不过现在 虽然这几个人都有作案时间 可是动机呢 就目前的审讯来看 无论事实如何 我们都无法论证了 不过四个人把锅 甩给陈玉山 现在陈玉山已经死了 我们要怎么调查呀 黄队抬眼 看了看大猫和大赵 不要急躁 病案的事 一定会在年后了 我们不能因为快过年了 就草率行事 我记得周法医曾经说过一句话 凡有接触 必留痕迹 那么既然凶手 19年前杀了王春艳 一定是有目的的 当时的卷宗我看了 死者的社会关系 都调查得非常仔细 感情方面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 是不是可以从 打开的保险柜来调查 王春艳家 到底丢了什么呢 再者 凶手一旦得到这些 势必要进行隐藏 不过能够隐藏 19年吗 所以这几个保卫科的人 一定有问题 到底是谁 这就不好判断了 既然他们的口供 都完全一样 那么就从资金上 开始调查 还有这个112案子 凶手从卢欣欣家的保险柜里 拿走的都是金条 现金 有价证券 这些东西啊 看着值钱 却不好销赃 我觉得 可以在春节期间 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调查 初期一上班就并安 大赵一脸茫然 头儿 你意思 是让京真的过来帮忙啊 大猫踹了一脚大赵 边上去 这个就是跟银行查一下就行了 我们就能办 哎 头儿 周法医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他是不是给嫌疑人 做了形象刻画呀 哎 这个案子啊 真的太难分析了 我们给出的已知条件还少 周法医 暂时没有做嫌疑人的形象刻画 现在还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死者的丈夫 他带着两个儿子 去了律师事务所 卢欣欣呢 曾经在父亲遗产办理的时候 签署了一份声明 就是类似遗书的东西 这个貌似是卢欣欣父亲的要求 如果卢欣欣想要继承集团 就要签署这份意外声明 大猫凑到了黄队的身边 头儿 你别停啊 到底是什么意外声明啊 黄队抬起头 看了大猫一眼 这个问题啊 问到点子上了 这个呀 估计是卢欣欣的父亲 怕张志鹏对卢欣欣不利 所以将财产呢 设立了继承原则 如果卢欣欣继承 北大荒集团之后 出现意外事故 或者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 张志鹏 无论与卢欣欣欣 是否是夫妻关系 他都没有管理 和监理公司的权利 所有产业 暂时由董事会 委托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直到卢欣欣两个孩子 满21周岁 才有继承权 继承的股票 不得转卖 如果转卖 也只限于二人之间 21周岁之前 可以享受集团的正常分红 不过只能得到正常的生活费用 每人每月3000块钱 大猫愣住了 他参与处理的经济类案子不少 这样的怪异安排 还真的比较少见 突然大猫 似乎想到什么 一把抓住黄仲生的手腕 头儿 难道卢家老爷子 是把公司的股份 赠送给了两个孩子 卢欣欣只有代为管理的权利 黄队赏识的 朝着大猫笑了笑 随后白了一眼大照 一样听自己解释 人家大猫就能想这么多 他大照啥都没搞明白 还等着自己给他分析解释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还是大猫聪明 就是这个样子 估计张志鹏啊 也没料想到这个结果吧 从法律上讲 他只能继承卢欣欣 名下的房产和存款 不过这里面 两个孩子还有继承权 所以相当于他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 再者 卢欣欣的房子和车子 为了不占用公司运营资金 全部是按揭购买的 按揭的款项 从他年薪里面扣除 现在卢欣欣死了 集团怎么能够再出这个钱呢 明珠花园的房子 还需要多少钱能拿下 不用我说 你们也能知道有多少 所以张志鹏现在很尴尬 用他自己的钱 能坚持两个月的案件没问题 时间长了他也拿不出钱 所以只能低价出售 大赵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富人之间的算计 能到这样详尽的一步 我的妈呀 这太狠了 咱们这个案子完不了 他那十五根金条也拿不到手 这么说 这房产和车贷就是一个坑 得到就是债务 不得到 还涉及到孩子的抚养费用问题 大猫拍着大赵的肩膀 别紧张 这是张志鹏该操心的问题 那个小秘书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吧 反正今后有他瘦的 俩儿子空有继承权 这教育照顾他做不来 那个小秘书更不可能 孩子现在才五岁 到二十一 还十六年呢 真真的是熬老了 黄队摆了摆手 行了 这个呀 先不管他了 周法医那儿不要催 我觉得他还在汇总 如果有进展 不用我们催 他早就传过来消息了 监控视频 弄得怎么样了 大猫把手中的文件夹打开 递给黄队 这监控之中啊 案发时段经过的这三个人呢 有点线索 我们在小区找人辨认过了 这个穿橙色衣服的人 看着非常像经常过来打扫卫生的 外部保洁人员 至少衣服是一样的 你们去那个外包公司进行调查了 查了 这个保洁公司就负责明珠花园的室外清洁 和绿化工作 我找了相关的负责人 这身衣服 确实是他们公司的 可是经过辨认 这个人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 我们也比对了一遍 确实不是他们公司的人 黄队接过照片 这三张照片啊 是南博士进行过处理的 清晰度非常不错 不过这个角度是从上往下拍摄的 所以没法看到身高和体态 这个照片不能调整一下角度吗 这个角度怎么进行判断呢 高矮胖瘦都看不出来 大猫咬着嘴唇 他知道黄队不想给周海他们增加工作量 不过这个辨认的能力 还是周海他们比较厉害 要不发给二组罗法医他们看看 黄队摇摇头 翻看了那三张照片 全是这个问题 发给海子吧 大猫仿佛得到了特赦令 赶紧掏手机 把这三张照片发给周海 并且将编辑好的要求 一起发了过去 不到两分钟 手机响了 来电的就是周海 大猫赶紧用免提 接通电话 第一张照片中呢 这个女性身高在1米55到1米60之间 体重在110左右 年龄在50岁到55岁之间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虽然恢复了一部分 不过有些失真 本人应该比照片看着要老一些 这个年龄 体力上就不可能 第二张照片 这个男性 身高在1米7左右 体重在130斤到140斤之间 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 看动作 他左腿有残疾 并且驼背 似乎也是外伤引起的 第三张照片 这个男性 身高在1米65到1米7之间 体重也是120斤左右 年龄在50岁上下 单从照片上来观察 这三个人都不是凶手 大猫一愣 这不是之前的调查 就都作废了吗 啥 为啥都不是啊 年龄 体力 身高 都不可能完成 大猫一致激动 瞪大了眼睛 把手机 放在桌子上 周法爷 你是做形象刻画了 嗯 做了一点 虽然没有更多的信息 不过这个刻画 还是可以做一点 哎 您快说说 周海站在中心的办公室 走到白板前 看着自己归纳的 已知条件 凶手是男性 右利手 身高在1米75 到1米85之间 身材壮硕 有电工专长 至于年龄 我认为 是在35岁到45岁之间 有一定洁癖 喜好整理 不过 我比对了卷宗 黄玉龙那个案子 死者家里面 并没有很整洁 虽然没有留下证据 是因为现场人员过多 破坏了一部分 而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房间很脏很乱 无法判断 是凶手造成的 还是原本如此 黄队脑子里面 不断想着周海的话 孩子 你意思是 这个案子 有可能不是一人所为 这个暂时不好判断 毕竟王春燕的衣物 还在检验之中 她这个提取 需要的时间非常长 至少要下周能出结果 曾大姐她们做的 是破坏性的提取 将医库分成几百份 每份进行分析提取 这样的准确性 能提高不少 至于能不能找得到 一切都要看 我们的运气了 另外刚刚 接到一个好消息 卢欣欣家找到的 那根手套线上面 曾大姐经过 第三次提取 找到了一个DNA 不过数据库里 并没有这个人 黄队瞪圆了眼睛 太好了 总算是有所进展 不过我们呢 还是要找到 嫌疑人进行排查 这个可以用来 进行对比 是吧 是的 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再者 你们提取的录像 我看都是楼道里提取的 电梯间的视频 没有比对吗 大猫叹了口气 唉 比对了 死者所在 单元电梯间的摄像头啊 画质不稳定 就跟受到干扰似的 一阵有一阵没有 还不断摇晃 只能看到一点 门口的位置 如果好啊 我们早就找这个监控了 明珠花园的保安说 这个监控时好时坏 已经保修了 维修的人员过来看了两次 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先这样吧 我建议你们呢 查看一下维修记录 看看死者家是否保修过 维修记录 好的 我们马上查一下 大猫挂断电话 黄队看看他们俩 即便过节 也不要松懈下来 该排查排查 另外死者的车 是不是送到中心去检查了 大赵点点头 昨天派拖车 把卢欣欣的车子 送去中心了 他的车呢 是用指纹开启的 车钥匙在车里面 车太贵 我们也不能砸玻璃 这不是刚跟张文琦 要了指纹导膜 这才开的车索吗 黄队看向大赵 别说 这个家伙 能这么仔细的 处理受害人的财产 还是投一回 看来卢欣欣的车 还真是贵啊 要不然大赵 才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呢 大赵撇了撇嘴 一脸无奈的看向黄队 这样的说辞 虽然想要反驳 不过说的全是事实 开始没觉得咋样 就看那车呀 样子不错 平时我对这个呢 也没什么研究 后来呢 就看那个车标上 有个B 左右两个小翅膀 我一开始 以为是比亚迪新款的 当时想让人砸开玻璃 不过一个新来的小子 说这车可贵了 他搜了价格 我看了一眼 老老实实的 我没敢砸 这才费劲巴拉的 找张文琪 要指纹导摩开锁的 大猫站在一边捂着嘴巴 这回啊 估计把大赵吓坏了 还好没上来倔劲 这要砸了 一年工资 算是交工了 哼 我说的嘛 原来有人给你提醒了 行了 你们俩啊 别愣着了 赶紧忙去 安抚好你们手下的人 别一天叨叨假期 刑警没假期 想要清闲 我知道地方 在中心大院里 胖子带着张文琪 拎着看茶香 站在一辆香槟金的 宾利车前 围着车不断扎巴着嘴 有钱人哪 这样的豪车 怎么弄这么脏啊 不过呀 也算给咱们留下一点线索 来吧 张文琪 开工 说着 俩人开始搜索车里 车子后排 摆放了很多玩具杂物 还有大量的食物残渣 碎屑 包装袋 胖子看了 都不禁皱起眉头 车门和真皮座椅上 都是探塑笔和彩笔 画出来的痕迹 这些痕迹 在副驾驶上 要少很多 张文琪呢 则是打开了后备箱 足有十几个鞋盒子 还有一个整理箱 各种贵重礼品 仿佛杂物似的 随意摆放在后边 就在张文琪 想要拉开整理箱 看看的时候 发现他手套上 全部是吐屑 抬头看了一下 这才发现 原来是车子右侧 尾灯部位的泥巴 被自己蹭下来了 刚要拍掉了 张文琪顿住动作 许哥 这车子去哪了 怎么这么脏啊 右侧的尾灯上 全都护上泥巴了 搞得我手上都是 胖子从后排座椅 那儿爬出来 就这样一个动作 手臂上 已经沾了很多 食物残渣 他来不及清理 赶紧走过去 看了一眼 刚才啊 只是感觉脏 这回看到 张文琪的手套 胖子皱起霉 照理说 在城市里 开没这么多泥巴 我刚才看了 车子只是右侧 有泥巴 副驾驶的地垫上 有泥巴的脚印 别的地方虽然脏 都是孩子们 搞得食物残渣 你现在把手套坏下来 这个一会儿送简 和副驾驶地垫上的 泥巴做比对 看看是不是 同一种物质 这个卢欣欣 到底去哪了呀 张文琪点点头 把手套摘了下来 翻转了一下 丢在一个物证袋里面 换了一只乳胶手套 这才去副驾驶的位置 提取地垫上的泥巴 这里啊 明显比车尾灯上的 要厚一些 在最里侧 还有一点 似乎还是湿的 张文琪拽下口罩 用力地闻了闻 徐哥 我怎么闻着 有一股子鱼腥味啊 胖子凑过来 张文琪已经把泥巴夹起来 放在物证袋里 胖子凑进袋子 用力闻闻 他没闻到鱼腥味 反倒闻出一股子 辣条的味道 我没闻出来 这里味道太杂了 一会儿送简 再做比对吧 不过副驾驶啊 做过人 张文琪 一下子乐了出来 用手肘戳了戳胖子的腰 您这话是废话 副驾驶不坐人 能干嘛用啊 胖子白他一眼 指着副驾驶的座椅说 副驾驶的安全带是扣死的 座椅靠前 这是不常坐人的准备 也就是说 他临时带了人 再者说了 谁坐椅子 还垫付报纸啊 说明坐在这儿的人呢 嫌车脏了 说着胖子把副驾驶上 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拿起来 报纸上呈现微微凹陷的状态 周边有褶皱 中间非常平整 徐哥 您意思是 凶手有可能是跟着死者一起回家的 脚上都是泥巴 怕弄脏车子 还垫着报纸坐在上面 胖子点点头 把报纸塞入张文琪准备的物证袋里 看了一眼报纸的信息 这是一张2017年1月12号的东南早报 行了 送简吧 一切啊 都等着检验结果出来再说 在一片匆忙之中 迎来了春节 没有特殊的活动 也没有安排旅游 周海和胡妖精 带着俩小宝贝 安安静静的 在家看央视春节晚会 包饺子放烟火 初一去战山寺看桥钟 初三赶庙会 就跟普通人家过年一样 不过四个人呢 都非常享受这份淡然 胡妖精的手指已经好了 可周海休息这几天 并没让他做饭 每到周海煮饭的时候 胡妖精就趴在厨房门口看着 一会儿偷吃点肉段 一会儿偷吃一块西红柿 即便周海提高了警戒级别 可看到胡妖精被抓到卖萌的样子 也不忍先说什么 俩人之间呢 也开始有了一些小甜蜜的举动 不过周海没表白 胡妖精更是不提这茬 洛洛看得明白 胡妖精在等着 他希望周海走着最后一步 2017年2月3号 正月初期一大早 周海开车来到了中心 一下车呀 就看到门口站着的曾大姐 看她的样子似乎在等人 周海加快了步伐 大姐你等我 曾大姐一侧头 这才看到周海 一脸兴奋 没法隐藏了 周海你来了 太好了 周海瞬间想到之前的检验 大姐 难道是 王春艳衣服上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曾大姐把手中的一个报告 拍在周海身上 猜对了 不过呀 因为时间久远 DNA提取的不完整 只找到一些片段 我进行了比较 与线手套上面的DNA 某些片段是完全一致的 周海赶紧翻开检验报告 看到比对的结果 确实如此 不过她的眉头 反倒紧锁起来 曾大姐 你的意思是 即便是片段 也能断定为同一人吗 曾大姐听完周海的话 随即翻开报告 虽然是只找到三段片段 可这三段 都是完全一致的 即便无法断定为同一人 至少是兄弟 或者父子 怎么 难道 这和你的判断 有相逆的地方吗 嗯 虽然两个案子 极为相似 可是从细节处 能够感受到 王春艳案子 有些随机性 而鲁欣欣的案子 则是精心策划的 你是说 模仿 不过这个 要是模仿的话 总不会知道 如此多的细节吧 难道十九年前的 那个凶手 还把自己的 作案手法记录下来 如果这样 怎么十九年没犯案 反倒这个时候 犯案了呢 要知道那个黄玉龙 还有半年就出来了 如果出来 即便这个案子再审 也很难与之后的案子 相互关联呢 周海点点头 这就是我所纠结的地方 凶手很炫耀自己的手法 这个从现场的布局 和尸体状态上 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十九年没做过 这个 我也没法解释 说着话 俩人已经来到周海办公室 胖子早就坐在里面 电水壶 咕噜咕噜的冒着泡 那个自动跳杂的装置 已经坏了 胖子呀 仿佛没听到似的 抱着几张纸 仔细的看着 周海赶紧把水壶拿下来 看向胖子 你这么早就来了 胖子听到声音者在抬头 看到周海和曾大姐 举起手中的纸 晃动了一下 啊 曾大姐啊 把车上面的检验报告给我了 我正在看着 曾大姐白她一眼 你自己过去抢的 不是我给你的啊 我说让你等等 这个比对结果 你都好像没听见似的 嘿嘿嘿 我这不是光顾着惊讶了吗 后边的话 没听见 周海看了一眼胖子手中的报告 朝她一扬下巴 有什么发现 说说看 曾大姐一挥手 行了 你们忙吧 我先回去了 刘组长呢 还丢了一堆东西给我 过年期间呢 他们的交通事故一大堆 现在车多了 事故也多了很多 真是挠头 周海把曾大姐送走 这才回到办公室 这回说吧 胖子把报告递给周海 走到白板前 纸着死者车子的照片 孩子 死者的车子右侧 有大量的泥巴 我让张文琪搜索了天气 1月10号 东南下雪了 雪化了之后呢 路边有些泥巴 不过达不到这个量 并且啊 在车子副驾驶的地点上 也发现了一样的泥巴 张文琪当时 说闻着有些腥臭味 我没感觉到 不过曾大姐的话 发验结果显示 这些泥巴里面 含有鱼类基因 比较繁杂的鱼类基因 另外呢 副驾驶的座椅上 有一份东南早报 是2017年1月12号当天的 报纸上有屯印 在这个上面 发现了喊息残渣 周海拿着报告的手一顿 没想到胖子他们 竟然有这么多发现 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刚刚出来的报告 过节值班的人少 所以这些检验拖了几天 最后还是增大解锁的比对 我当时看到 都有些不敢相信 看来凶手 是坐着死者的车子 进入小区的 所以在外围呢 没有找到他进入单元的视频 等等 地下停车场 我也觉得 是从地下停车场出来的 或者是跟随某辆车 一起出来 这就不得而知了 周海盯着白板 看了一遍所有的信息 别说胖子这个解释 真的是最佳方案 走 叫上张文琪 我们去现场走一遍 胖子赶紧去叫人 周海这边 拨通了黄队的电话 黄队 检查出来一些新结果 我们现在去卢欣欣家 你们是跟着过去吗 好的 我现在派人过去 到底发现什么了 周海将增大姐 做出来的所有检验 还有他和胖子的分析 说了一遍 黄队那边坐不住了 哦 我知道了 现在我就带人过去 之前呢 确实漏掉地下停车场了 毕竟这里居住的主 都不喜欢停在下面 好的 那现场见 一个小时之后 周海他们来到明珠花园 这次没有直接进单元 进来的路上 就看到几辆警车 停在物业的小楼前 周海他们 直奔地下停车场 果然这里极其宽阔 三栋楼的地下室 是胡同的 找了一会儿 张文琪第一个发现了 八号楼三单元的电梯间 头儿 这个就是去死者家的电梯 几个人上了电梯 周海抬头看向摄像头 发现摄像头旁边 跟那个金属板交接的位置 有两根线露出来 上面缠绕着黑胶布 电梯停在十二楼 张文琪手撑着电梯门 胖子顺着周海的目光望过去 一脸的疑惑 这里不该有电线露出来啊 难道这里有人动过手脚 周海没有反驳他的话 朝张文琪扬了扬下巴 看看现场谁在 让他们闻闻物业 这是那个维修公司 过来负责维修的 要找到维修的人员 张文琪赶紧动了起来 胖子扶住门 这里咋办呢 咱们留下 不 下去看看 一下来 正好遇上黄队他们 张文琪跟在大猫和大赵的身后 哦 孩子你们来了 他们去查监控了 无业的人在这呢 孩子你跟着过来听一下吧 几个人转过防火门 来到卢欣欣家门外 果然一个穿着保安服的男人 和一个西服外面 套着羽绒服的女人 站在门前 一脸紧张惶恐 他们俩呀 一个是物业的值班经理 另一个是保安负责人 他们这里的维修 统一由物业上报 根据维修内容 拍不同的维修工过来 基本上是12小时以内 解决故障 周海看了一眼黄重生 黄队 你们问了吗 啊 只让他们联络 电梯维修人员了 那些人呢 一会儿把名单发过来 这里的没问 你说更准确 周海真想摆他一眼 这家伙 最近真是跟王雪超学坏了 懒得无话可说 不过案子还得破 周海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1201房间的卢欣欣 1月12号之前 暴修了什么故障吗 那个物业经理啊 掏出自己的手机 手指呢 已经有些微微颤抖了 要知道 对着一群警察 压力非常大 又是死人的案子 不怕是假的 呃 卢小姐啊 在1月1号和3号 给我们发微信 他们家的电闸跳了 之后在1月10号 再度给我发微信 他们家的电闸又跳了 空气开关推上去也没用 不过我们的维修师傅 过去之后 查看了一番 并没发现问题 房间里的电器 也都检查了一遍 没有漏电的故障 没有其他的了 没了 就这三个报修记录 啊 这里是微信的聊天记录 您看看 说着 这经理啊 把手机举过来 大猫呢 在旁边接过来 翻看了一下 随后朝着周海和黄队点点头 记录没有问题 电梯的监控是谁发现有问题的 业主吗 那个保安清了清嗓子说 呃 不是 这个是1月1号和3号的 值班人员发现的 也不是一直坏掉 或者不亮 就是白天的 有个把小时 屏幕是不亮 或者是一半亮 一半不亮 来回闪烁 周海看了一眼 那个女经理 随后再度看向保安 个把小时 是什么时间段的 你们有记录吗 或者视频录像有吗 哦 有 这个有 我要是记得不错 这两天都是上午9到10点之间 至于1月10号那天 是在晚上 胖子在一边插嘴了 哎 这里不是用太阳能发电板吗 怎么能停电呢 按理说呀 都是一家一户的电闸呀 女经理脸上 稍显尴尬 搓了搓手说 啊 冬天光照不足 一个月以来连着下雪 多少天了 再不就是大风天 就11号之后才好点 所以这个用电系统啊 自动接通供电网 哦 这个东西还受天气影响啊 那夏天下雨 冬天下雪 除去这些天气 还有阴天刮风呢 这么算下来 真正能用这个太阳能发电的时候 也不是很多吗 这经理脸上更尴尬了 不用解释也知道 这是他们遭到投诉最多的一项 十几万的花销 最后电还需要用供电网 这个真的太坑人了 嗯 没那么严重 发电的时候用不了的 都已经收集回电网 正常使用的时候 会去掉耗损进行抵扣 大猫咳嗽了一声 这个问题啊 可以停下了 回答徐狠简之前的问题 如果电闸或者中控有问题 居民家里还是会断电 是这个意思吗 女经理点点头 这个是一定的 如果是这样 一定会断电的 黄队目光搜索了一下 在入户门前 没有看到检修箱 一般在现在的小区啊 都有一个小门 里边呢 是各种线路检修的位置 难道高档的小区不一样 你们每户的检修箱在哪呢 女经理退后几步 走到防火隔离门的边缘 伸手一拉 一个与墙体几乎一样的米色小门被打开 里边全是管道 还有电线 看着标签就知道 这里都是什么 这个周海不懂 他没靠前 胖子凑到进前 让小门口的人让开 稍微搜索了一圈 抬眼看看周海 这个很专业 看不出来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黄队拍了拍大照的肩膀 去找专业的过来 大猫呢 拽着那个保安走了 监控和几个时间点 需要去判定一下 毕竟损坏也不会这么准确 都是同一时间 这显然是人为的呀 就在这时候 女经理的手机响了 他举了手机 递给黄队看了一眼 警官 这个是修电梯那个头头的电话 我接吗 黄队抬抬手 示意他接听 这女经理还算懂事 点开免提 接通了电话 喂 鱼工吗 啊 我们已经到八号楼了 你们在哪个单元呢 三单元 门口有人 我让他们给您开门去 挂断电话 用对讲机安排了一下 一会儿 电梯门开了 几个穿着蓝色连体服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走了下来 不用问也知道啊 这些就是电梯的售后师傅 周海看着这身衣服 眉起眼睛 胖子就在一边 周海的小动作 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他抬手 戳了一下周海的手臂 咋了孩子 这身衣服 我似乎在哪见过 胖子盯着几个人 看了一会儿 没发现什么异常 走进其中的一个 看看他胸口的单位名称 上面写着 三菱电梯 东南售后服务部 师傅 你们别的电梯修吗 那个男的愣了愣 没大理解他的意思 什么别的电梯啊 就是除了三菱这个牌子 别的厂家的电梯 你们修吗 不修 你们一般出现场都几个人呢 这男的看了一眼胖子的奸章 这一看 周围全是警察 我们一般三个人一组 如果故障比较大 就是两组一起行动 那没有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啊 公司不允许 胖子晃悠着回到周海身边 别说 看似毫无用处的几句提问 在周海看来全都在点子上 他已经想起来 是在哪见过这身衣服了 正好黄队朝周海看 周海眼睛呢 撇了他一下 黄队跟着周海走了过来 大赵开始问关于维修的问题 带着他们到电梯间 看监控摄像头 黄队赶紧问 怎么了孩子 他们的衣服 你看着不眼熟吗 我没注意 似乎是第一回见着呀 周海摇摇头 望向黄队 之前你们给我发的那三张照片 我记得有这样打扮的一个背影 说着周海掏出手机 在微信里寻找起来 不大一会就找到那三张照片 其中一个橙色女人的截图照片旁边 就是穿着这么一套连体服的男子 黄队看了一眼 微微的有些愣住了 赶紧掏出手机 拨通大猫的电话 哎 大猫 你到监控室了 你节选那三张照片的位置找一下 有一个穿橙色衣服女人旁边 有一个穿着三菱电梯的维修工 把这个人的视频给我截取下来 我要知道 他从哪过来 朝哪去 什么时间经过的八号楼 身上有什么特征 如此一番话 让大猫有些没反应过来 赶紧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照片 瞬间 他似乎明白了一些 哦 桃儿 我懂了 我现在就搜索 找到人 回复你具体的时间地点 挂断电话 黄队看向周海 孩子 你是怀疑 有人冒充维修工 过来调整了电压 或者给1201房间造成了什么故障 我认为你去骂吧 我认为你去骂吧 感谢观看